电影圈流传着一句话 僵尸片要看林郑英 恐怖片要看罗兰 荧幕前的罗兰 被称为香港影坛上第一鬼婆 可是私下里 她却无比愧对家人 整个TVB除了你 就再没有其他演员了吗 伴随着母亲的一声怒吼 罗兰委屈地留下了一行青泪 其实不怪罗兰母亲生气 一个好好的女儿 飞得演各种恐怖丑陋的形象 这一演就是几十年 被人骂 被人壁如蛇蝎 都是生活中的常规操作 家里人给安排的相亲对象 一听是演鬼片的罗兰 骂了一声晦气 就扬长而去 以至于她一辈子未婚 值得一提的是 其实生活中的罗兰不仅不丑 还是一个出了名的大美人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她走到如今的地步 直到了解罗兰背后的故事 才知道鬼婆罗兰真的了不起 罗兰的本名叫卢彦英 这个名字是她后来的老板 黄卓翰给她取的 意思是 罗兰这个名字 一听就是上海交际花 你演的都是反派 这个名字刚刚好 当时的罗兰的长相 也完全配得上交际花这个称呼 她的妈妈是印度人 爸爸是广东人 从小就是印尼混血的罗兰 长得自带一股抑郁风情 甚至在当时 还和蝴蝶 周璇 白光等人 齐名为民国十大美女之一 从小 爸爸是一名律师 也是一名生意人 生活富足的她 原本和娱乐圈 完全扒杆子打不着 可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 打破了这一切的平静 香港被攻打之后 家里的生意垮了 父亲也去世了 一家几口人 也彻底失去了经济来源 于是 16岁的罗兰就开始辍学 在片场当群政演员挣钱 丫鬟群众 尸体 用人 基本啥活他都接 因为他需要钱 当时的香港电影 正处于初始的起步阶段 专业演员非常少 一般都是群演上位 长相好不挑活 还随教随道的罗兰 也从群众演员中 被签下 称为正式演员 她的戏录 也从一两句的台词 丫鬟上升到小三 前女友 大哥的女人 这些角色 世界向来不是非黑即白 娱乐圈更是如此 有一次 罗兰拍完一部戏 正准备节酬劳才发现 钱被人给私吞了 吞他钱的是 剧组里的一个头 意思是要对他钱规则 罗兰虽然是名小演员 但从小被交扬 长大的他 也有自己的傲气 宁愿钱不要了 也不肯屈服 好在他的态度 明确表达出来后 再也没有那些 不入流的人来找他 太过耿直的罗兰 即便按照他的资历 完全能当主演 他也一直在各种配角中徘徊 直到一次机会 他另辟西径 演了个大反派 才逐渐被人熟知 1983年 《神雕侠》里的导演 急得焦头烂额 在剧本中 裘千尺是一个 头发稀少 皱纹横生 却极度阴狠 手辣的人 这个丑觉 可不是一般的丑啊 当时剧组 找了很多女演员 没有一个同意 出演这个角色的 打听到罗兰 对任何角色都来这部剧 还有演过反派的经验 就对他发出了邀请 果然 罗兰同意了 不仅没有因为角色丑 就敷衍了事 反而仔细地抠剧本 用心琢磨 求千尺的内心世界 还记得那名场面 夺命连环枣核丁吗 小时候还一直有一个疑问 枣核丁是怎么射出来的 那么多枣核丁 是存在嘴巴里 还是肚子里的呀 如果是在嘴巴里 怎么可以做到 说话不含糊的 为此 我一吃红枣 就想起这个场面 但凡姐姐惹到我 看到我嘴里 还有酝酿的枣核 就躲得远远的 后来才知道 为了练好 涂枣核丁的这个 必备技能 罗兰就买了很多西梅 每天吃着吐 学着发射 嘴巴都练酸了 核也没有办法 练到吐得很远 最后是一名武术指导 在一边弹射 才烘托到 枣核丁的 很厉害的样子 莫名觉得这老太太 好可爱呀 当然 凭借 球千尺的形象 罗兰也完全从妖女 到妖婆的转换 她出名了 一时间风头无两 找上门来的角色 也都是一些恐怖片里的 恶婆婆 丑婆婆形象 有人统计 罗兰至少拍了 不下八十部恐怖电影 比如阴阳路系列电影 在昏暗的灯光下 她面无表情 侧脸凝视着前方 都感觉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要从屏幕里蹦出来 即使在幕后 她也是一脸笑容地 对着镜头问 你现在害不害怕了 明明是和蔼可亲的样子 可是你只要盯着三秒 依然毛骨悚然 太多好的角色 深入人心 也导致了观众入戏太深 这就有了开头的这一幕 母亲苦口婆心地 给女儿介绍对象 可对方一听是鬼婆 都吓跑了 甚至有时候 罗兰在街上走 骂从天上来 有一次 罗兰经过一个剧院门口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看到她 直接就开骂 而且骂她骂得很难听 这要是换成娱乐圈 高高在上的明星们 早就一封律师函 把人收拾了 可罗兰只是马上走开 不予理会 因为她知道 这是她演得太好了 人家骂的是角色 不是她罗兰 采访中她也说 我真的是从不介意 我不是明星 只是演员 她的心胸很豁达 或者说那个年代的演员 都不会把这个当回事 对待感情她也看得很开 据说她还是谈过几段恋爱 只是后来都没有开花结果 对待家人 她是愧疚的 但是没有合适的人 也不能强求 有人曾说 罗兰的一生 可谓是嫁给了TVB 因为除了演戏之外 罗兰的感情生活上 几乎是一片空白 早年的她 也曾谈过几次恋爱 但由于家庭和环境 因素产生的影响 大都是无疾而终 再加上自己 经常饰演鬼婆的原因 很多相亲的对象 都觉得她晦气 于是久而久之 罗兰就不再对婚姻 抱有什么期待了 不过最近倒是有人传出 她与胡锋的黄昏恋 胡锋比罗兰大两岁 也算是影坛中的长青树了 两人是相交多年的好友 经常会结伴参加 各种各样的聚会活动 不过也仅仅止步于 朋友关系而已 虽说罗兰至今都是孤身一人 没有结婚 也没有儿女 但晚年的她 却并不孤独 作为干儿子的古天乐 一直都在照顾她 每逢大年初三 她都会抽出时间 去陪罗兰吃饭聊天 还有刘德华和张家辉等晚辈 也是时常看望问候 刘德华曾在2010年演唱会时 邀请刘兰做特邀嘉宾 两人在台上手挽手 演唱了《心中有你》这首歌 她也说过 罗兰是一位很值得人敬佩的前辈 如今已经86岁高龄的罗兰 仍在坚持拍戏 其实她也曾想过退休 但医生告诉她 到了她这个年龄 一旦停止工作 不到两年的时间 就会立马出现脑退化 于是为了保持脑活力 她就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当她也66岁的高龄 拿下金像奖影后时 她成了史上最年长的金像影后 老话说好饭不怕晚 罗兰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在别人退休的年龄 她还在一线拍着戏 为追求自己的梦想发光发热 这一点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2020年有网友在香港街头偶遇罗兰 80多岁的罗兰满头银发 带着黑色头姑 惊气神十足 看见旁边的一位父亲 推着婴儿车走过 还开心地走上前去逗逗小宝宝 一脸的慈爱 没有半分吓人的样子 碰见要合影的人 也会一脸笑着上去拍照 看这张照片 仿佛她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 丝毫没有大明星的架子 再反观我们内地的明星们 但凡有点知名度 就前呼后拥的保镖 助理拥护着 还得手拉手 把她围在中间保护着 就怕明星磕着碰着了 更关键的是 假如有粉丝敢拍照 立马就有凶神扼杀的保镖 指着你脑袋警告你 一番对比下来 罗兰的谦虚显得弥足珍贵 她完全没有把自己当明星 离开荧幕 不穿戏服 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 罗兰最近现身医院 她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 今年88岁高龄的她 以乐观开朗的心态 面对着未来 虽然荧幕里都是一脸凶狠 私下里她却是慈眉善目 但凡看到有记者拍她 她都会不自觉地 扬起一张笑脸 带着善意 她说 虽然我演了一辈子的鬼 但是我想堂堂正正地做好人 紧接着 网友也偶遇到了老戏骨罗兰乘坐地铁出行 曝光的画面中 87岁的罗兰穿着深灰色外套 搭配黑色长裤 以及蓝色运动鞋 打扮十分朴素 褪去华丽的服饰满头白发 站在人群中的她 仿佛和普通的老太太 没什么区别 唯一不同的是 她的气势依然很强大 即便戴口罩 也能让人一眼认出 虽然地铁车厢没有爱心座椅 但由于乘客较多 已经全部坐满 罗兰不得不被一位友人搀扶着 站到车厢门口 好在一位好心乘客 看见年迈的罗兰没有座位后 立马起身让座 罗兰健壮马上朝着座位 缓慢地走过去 待坐好后 她望着对方 轻轻地点头示意 似乎在表示感激之情 随后 罗兰一直把双手放在膝盖上 十分乖巧地 和其他乘客 在拥挤的座位上坐着 不得不说 作为娱乐圈的大前辈 已经过了冒叠之年的罗兰 还这么低调的乘坐地铁出行 简直是太接地气了 画面曝光后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 称作罗兰是一位朴素善良 值得尊敬的老戏骨 不过 因为把全部的时间 都奉献给了事业 罗兰的几段感情 全部都无疾而终 以至于至今仍然没有结婚 更没有生儿育女 但在此前的采访中 她觉得把爱情献给工作并不遗憾 只是如此高龄却坚持工作 还是让人有些替她担心 更何况她在2020年 还做了换膝盖手术 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完全恢复 每次露面不是被人搀扶 就是拄着拐杖 事实上 罗兰也不是没有想过退休 但是她接受检查时 医生曾告诉她 一旦停止工作 两年左右 她的脑袋就会出现退化的重状 所以她才不敢轻易退休 如今 罗兰依旧坚持拍戏 前不久TVB晒出了电视剧 全王的拍摄花絮 镜头中的罗兰 在拍摄结束后 不仅专注地回看自己的表演 确定没有出现纰漏 还认真地指导年轻导演 教他们如何拍戏 敬业程度令人十分钦佩 也难怪 现在的TVB小生 花旦们都对她特别地恭敬 不管怎么样 还是希望罗兰能够 多多注意身体健康 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生活